大家好,大家现在很关心大陆军队与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 你见有很多,这个离言那个又出事等等 现在最新消息就是对军队里面的整顿 情治贪污也好,不听话,跟着关系不好要整顿 这个风远远还有得吹,为什么呢?刚刚又发现了有些现象 而且这些是所谓自首的,即是说雷令风硬,你不站出来你不承认 跟着捉到你的时候,你那时候就是衰多两前重 现在这一类事例慢慢出现了,所以那个军队里面的所谓整顿 你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粒粒乱,还有一段时间出现了 好了,那究竟说得什么呢? 大家听我上次说的,12月1日军方解放军报的表态只是效忠习近平 我上次分析过,今天不是说这个 今天就是说军队里面的贪腐,现在陆陆续续你不揭都不行的 好了,最新的情况是怎样呢?又是火箭军啊 大家都说火箭军的头头不是逐个逐个清光了吗? 现在是清光了,火箭军它有领导了,跟着它下面还有很多部门 其中这个就是火箭军的装备部 因为它有一个全军的装备部购买,其他外国的参考武器等等 现在这个是属于火箭军自己本身的装备部 谁呢?当然是头头,那个人叫呂宏 两口呂宏,宏大个宏,又出事? 他这次出事不是捉他出来的,他是自首的 这个自首你说当然现在有两种解读了 在大陆也说现在就是泥霆数月,数下数下数到你也有事 你自己好站出来啦,要不然捉到你就麻烦了 另外一个解读来说就是可能后面一大抽人 就是说好像在泥里捉花生出来一抽,哇,你自己下面还有很多 如果现在就是找一个人出来,所有东西都是他啦,其他都没再珠联啦 那究竟属于哪种呢?还是有待去观察啦 好了,再看看这个女皇究竟背景是怎样啊? 哇,一数上去,咦?跟李尚福有关的啊 原来他跟着李尚福做事呢?做了很久的了,是不是? 而这次李尚福已经不见了这么久,刚刚在10月这个国庆出席的人里面 还有一个跟火箭军有关,但是又没有出席的,是谁呢? 魏凤和,即是李尚福之前的国防部部长 而这个魏凤和又是火箭军出身的,是不是? 所以大家就说,哇,现在这个李尚又出事了,究竟是怎样呢? 好了,那从另一个侧面再供大家参考的 火箭军出事,是不是火箭军,火箭军个个都出事啊? 咦?又似乎现在又有些迹象可以看到,未必 因为较早时候传张星文,军委成员,他也有事啊 咦?不过他这次又有出来,而且出来的位置都不低啊 再数一下,张星文同样是火箭军出身的,是不是? 所以,究竟是谁有事谁没有事来说呢?其实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的说明着,中国军方尤其是火箭军里面是不稳定嘛,粒粒乱嘛 你究竟是因为真的出了事,或者一定是说,哇,现在我是用一种权谋 无论你有没有事,总之我是捧得你起,打得你下来,无论谁都好 都是有一个不稳定的情况,是不是? 好了,从这里又大家再看一样东西 你说这么多人出事,好,我们看看他被指的罪名是怎样 这里有两样东西的,一个就是,如果你经济犯罪啊,贪污腐败啊 这个是属于经济那个层次,跟钱有关 其他什么女色那些,无论怎样,大家都信有的啦 搭旧猪头骨下去怎样,这个不重要 但另一种呢,指他们出卖国家利益,或者是泄露国家机密 这个就是一个政治性的指控,是不是? 好了,我们看回从李尚福啊,或者以前出事那几位可证军 的军头啊等等,咦?到今时今日都没有一个人是被指出卖国家利益 或者是泄露国家机密的哦,只是秦刚前外交部部长 只是他呢,在传闻里面就说他泄露了国家机密 不单止是有没有师生子后代的那个问题等等啊 但是到今时今日军方里面出事的人呢 没有被指控是出卖国家利益,泄露国家机密的哦 好了,这里有两个观察点啦,两个判断啦 第一个就是,哎,这些人都是忠于国家忠于党忠于军 所以呢,他们是贪心的而已,拿来自己啊,肥肥肥肥 另一个解读就说其实有的,只不过是公开处理的时候来说 就将他们可指控的经济犯罪拔出而已 其他那些他真的有的,但是你为了避免那个伤害 那个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了,所以你才不提而已 无论是真还是假,这一类是过去出现过的了 所以大家会发觉即使是军人出事,他一定在军事法庭里審的 甚至上有没有出事,可能外界都不知道,是后期才知道的 李尚福他之所以为什么这件事这么容易曝光呢 就是因为他兼的是国防部部长,他不单只是军委 他国防部部长这个位是由全国人大来任命的 所以他一定要走这条路,如果是其他军委里面的成员出事 而他国家系统里面没有职责的话,没有这个涵头权责的话 他可以不讲,或者他讲多少就任他们而已 所以这里就是大家去观察的第二个,现在火箭军要搞到他们自首 然后还有没有其他呢?不知道了,从这里有第三个观察点是怎样呢? 大家有没有发觉,现在出事那些都是从买东西 我对外买什么武器回来研究,我对外卖多少武器出去 我收多少外汇,一定是跟这个装备有关的 好了,大家马上看看以前装备部部长谷俊山 他自己因为有钱有交易,所以他自己本身当时揭发他的时候 真的不是一般的财主佬 他自己当时揭发他,我上次讲过的我不重复的 我只是找到一些新材料再补充给大家 后来揭发谷俊山的时候,发觉他在全国不知多少个地方 加上的物业,无论是他的,他老婆的,或者怎样都好 加上多少个?三百多个,有个数字是三百五十几 有些是三百八十几,有些他自己都不知道原来那里自己有楼 是人家帮他买的还是怎样的?总之就是送楼又怎样的 是跟他有关的,不是单单家谋台一万支 那些人民币,那些贪款要四个大卡车 那这些来说,大家已经觉得,哇,眼都定了 他在全国的物业,你都不知道多少,这个就是装备部 他能够过水湿脚,你不揭发就没事,揭发来说 个个都是身上有很多黄金,这个黄金是要引号的 好了,那现在大家再去看这个已经三大点的疑问 那如果你说,哇,上面觉得还要挖下去的时候 你不自首,你就要动它出来的,那这个就是预示着 未来大家观察究竟中国的军方高层或者火箭军 它未来整顿是怎样的?不过呢,我又经常说 中国在这些问题上,你外国影响不到的烂是自己烂的 所以中国军队打不打得到仗呢?不涉及到外国或者你的对手 军力强不强,是你自己打不打得到仗的 好了,正说火箭军乱了,不过他说,不是,我马上有人可以取代的 刚才说那个铝宏,现在马上有人坐了他那个装备部 火箭军装备部部长的位,那个是谁呢? 那个是叫做铝海,海船的海 那他是什么水来的?哇,查回背景 他不是火箭军出身的,对火箭军很多的人 他慢慢学的,国内大陆叫做边学边做 死啦,是军队,你边学边做 他是什么水?他都有全面的军事知识 不过可能没有火箭军,原来他是中部战区的副司令员 不是司令员,如果某一个战区的司令员,他都是正军级的 是不是?他现在是副司令员,副军级啦 那他的背景又怎样呢?又要说另一个人了 现在是同期因为有些人说不定,下台了 然后提上他的,除了这个铝海之外,还有一个叫张晓 不是张晓的名字,是张晓,同样的两个字没有名字 就是前港澳办主任,这个张晓又是什么? 所以又同时提上他的,哦,查到了 原来他们都跟过现在的军委副主席张又合做过事情的哦 可能政治现在是正确了,现在也不知道了 所以大家看看,咦?这个会不会是应验了我过去 不是我,很多人都应验了,看过这个会不会是现在中央 即是北京军头他的一个权术呢? 即是说,你不要在那里作反了,我捧得起你,我就打你下去 现在还没到军委副主席,因为军委副主席你打他来说 其他军头一抽二冷的了,其他人是否服你 这是另一回事,所以你看现在基本上军头那个 军委副主席那一级是不动的,接着是军委 军委呢,李尚福说是军委,他就要看看你的人物关系 现在如果是魏凤和以前的军委,国防部部长出事 当然在这条线里面继续打下来啦,张又合现在当时得力 他那条线当然不动啦,是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可以看未来中国军方的人事调动 以至他的稳定,以至他的军事实力 会不会是因为这些变化而有所影响了?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讲了这些最新的,刚刚发现的 好了,有些不是很新,但又有代表性迹象的 是怎样呢?大家看中国那些变化 你就看哪个哪个不见了多久了,可能有事的 秦江就是这样啦,李尚福就是这样啦,是吧? 另外一个观察局,哪个哪个没有见很久了,突然间出来 可能又有一种不同的解读的,是吧? 好了,又说回军方,最近军头出现,其实很平常的,是吧? 现在又出现了,是谁呢?其中一个,慈浩田 慈浩田,还有许奇亮,许奇亮就是跟张又合同期的,比张又合更早的 那他出现了,你说不要紧了,另外就是说,你看看那个慈浩田 很久了,已经很老了,是吧? 那这个象征意志是怎样呢?因为后来习近平改组军委 由四总部变成15个直属军委主席向他效忠的 这个变化里面就是将以前军委包括慈浩田 慈浩田的六四那段期间,三十八军和秦基委那段时候 同期的,是被视为不主张出兵的,去镇压学生的等等 那当然他经过了这么久就没有了,真的没有影响力了 军委都换了这么多代了,不过与此同时另一个人,这个 这个广东话就不是太好听的,他就不官正 就是做官不正,不过这个广东话的文字语言而已 普通话就没有这个意思,那他怎样呢?他回乡下 你说祭祖有怎样都好,咦? 不过他行程是挺特别的,他行程去参观一些庙 而这些庙是神子不是皇帝的庙来的,这些来说是怎样呢? 就是曾经效忠皇帝,但皇帝又不喜欢他的 这个明朝的时候朱元昌,朱元昌大家知道 他要打江山的时候,下面就找很多人支持他 工商界当时找了沈万三,钱帮你打陈有亮这些历史 但朱元昌取得皇位之后,沈万三将他 你用现在的说话叫支边,支援边界的建策 所以将沈万三逼了他去云南,当时云南还是山卡拉地方 逼你去那里开发,这些钱,你留在京城的那里留 其他那些你自己去开发,这就是逼那些帮你打江山的人 又怕你影响他的江山就赶你走,是吧? 不官正去参观那些地方,你说有没有这样意味呢? 所以这些现象究竟是说明什么呢?大家只能沽妄言之,沽妄停之 你可以说没意思都可以,是吧?所以从这点来说,我经常说 中国是不透明的,所以大家是从观察角度积累 看下怎样看到亮面到质面的过程 那大家试完之后才做判断,那就最好了,是吧? 所以今天跟大家短短的分享一下 这个最新火箭军里面,由上头捉你出来到现在你要自首 跟着还有没有人自首?不知道 从这个角度大家继续看下未来还有没有好戏上演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